编撰一下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装工小米 今天给我以前装灯的老客户挂几个画 客厅的这个三连画挂钩都没有拧好 这个都需要我自己来 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少见 一般都是拧好的 其实我们自己拧也行 只要把这个距离高度控制好就可以 他家的格局你看 两边分的就挺油的 取得中间刚刚好 80 从这个沙发到那个顶上是1米8 然后这个画高度刚好是80 上下各分50 50的话下面留60 上面留40 效果出来最好 确定高度我们心里有一个范围 然后让客户去看 客户接受的话就这样安装 整个画的宽度是70 然后我们找出35的中心点 从中心点向两边去画出挂钩的距离 高度就是我们预留的40 然后到画框的顶端 从顶端到挂钩的距离 这相加起来就可以 挂画我觉得最大的难度应该就属于测量了吧 测量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最好是量完一次 我们再复一下我们的数据 没有问题 我们再打口 确保万无一丝 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话语话之间的距离呢 我们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 10 15 20公分做距离调整 让客户看出最好的效果 然后确定它的宽度 像这个呢 客户选择的是20公分 那我们就20公分距离给它安装 挂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着挂钩 避免在墙上推过来推过去 造成划痕 玄关的这一幅呢 我测量完数据以后给出的建议就是 这幅画跟它这个门头挂平齐了 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让客户来确认 没有问题就按这个尺寸来挂 测量的时候呢 我们找出整幅画的宽度中心点 然后以中心点去量两边挂钩 到中心点的距离 这样是最总确的 最近感觉金瓷画之类的都已经淘汰了 最流行的就是这种立体感的画 近距离看的话非常漂亮 从上往下量呢 我们就顶着它这个吊顶 吊顶的话 当时做的时候也是水平的 不过我们挂好以后 也可以用水平鱼放一条线来校正 如果有偏差的话 那个钉子是可以调整的 这一幅宽度一米八的是 客户精心为儿童防雪的 据说这幅画挑雪的时间有半年了 这样的话定位的话 也是以床的中心来定位 高度呢也是偏中上 雪这种画的话 这个比例协调其实非常重要 比例雪不好的话 挂出来的效果也绝对不会太理想 以我的经验确定出一个高度 然后让客户去确认 他接受的话就按这个方案来挂 所谓的偏中上就是上边所剩的空间和下边所剩的空间 相差也就是五到十公分的样子 这个一米八挂的时候有两个人来挂的话最好的 挂画或者装灯保护墙面是非常重要的 这幅画选择了半年果然和这个房间是非常的搭 最后一幅呢就是餐厅的这个位置了 以餐厅的这个背景墙取重心 这幅画是个圆形的 上面只有一个挂钩 挂这幅画的话 如果有餐桌出来的效果就更好了 全屋的安装 这个技术难度最低的 留到了最后 类似于这样只打一个钉子的画 这样最好挂 顺定好高度 打好一个钉子挂上去就可以了 这几幅画一个小时搞定 我现在挂画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付款 不过天也黑了 这是我最后一单 干完收工回家 忙碌的一天 此时此刻终于落下围梦 这也是一个安装工最开心的时刻 致敬每一位勤劳付出的人 笑容灿烂 家庭幸福